八十二世 撒模尼己上 第二十七章 达未心里想,终有一天我会落在撒乌尔手中,倒不如逃到培勒舍特地方去,使撒乌尔绝望,再不在全以色列境内寻找我,我方能摆脱他的毒手 达未谁带了他那六百人,动身往加特王马奥客的儿子亚基士那里去 达未和他的两个妻子,依次勒尔人阿希诺罕与曾作加以墨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,他的部队,以及他们的眷属,同阿基士一起住在加特 有人告诉撒乌尔,达未逃到加特去了,撒乌尔就不再搜寻他 达未向阿基士说,假使我在你眼中获得宠幸,请在乡间城镇里给我一块地方,叫我住在那里,为什么你的仆人要跟你一起住在京城内呢? 那一天,阿基士就将七克拉格次给他,因此七克拉格直到今日还属犹大王 达未住在培勒舍特人地方,共计一年零四个月 达未带着他的人上去,襲击鸟格宿尔人,基尔齐人和阿玛纳克人,这些民族所住的地方,是从特郎经宿尔直到埃及地 当达未攻击那地方时,没有让那女的男女生存,只把牛、羊、牢、落陶和衣服抢来,带回交给阿基士 每当阿基士问说,今天你们襲击鸟什么地方,是,达未总是回答说,襲击鸟由大的南方,耶拉麦尔人的南方,黑尼人的南方 达未没有让那女的男女活着带回家特来,因为达未想,怕他们对我们作不利的宣传说,达未这样这样对待了我们,这是他住在培勒舍特地方整个时期内的作风 阿基士相信了达未,心中想,他在自己民族以色列人中,以留下臭名,他要永久作我的奴隶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